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去介绍一下大数据分析 这张就是文字探勘 也就是文字云 这个叫做Test Cloud 文字云 文字云怎么看呢 文字云就是当我今天我想要调查一个主题 然后他会去收集很多很多的文章 然后收集这些文章 然后他去算出来这个字 在就是这些文章里面出现的频率 然后去画出来就是说 什么字跟什么字是最有关系的 举例来说大数据分析 它跟Storage是有关系的 大数据分析 它是跟分析大数据 它是跟分析有关系的 大数据它是跟技术有关系的 好 所以请问 大数据分析 你至少知道它的数据量就是很大很大很大 所以它要不要有一个非常大的储存空间 要 所以这很容易去理解 请问一下 大数据分析 它有一些分析的策略跟想法 这应该也不难去理解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现在我们叫大数据市值很大很大的数据 而且会一直不断的加资料进去 可是其实这些数据分析的方式 当然有些是改变的 有些是增加的 但是我觉得从以前就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分析的手法 举例来说各位可能有听过什么 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 Deep Learning真的就是以前的类神经网路 如果我不在十年前吧 我就已经在决定说我要走哪一条路线的时候 这个方法就是一个基本必备的工具 不是只有这两三年才有的 这个深度学习真的就是以前的类神经网路 好 分析 OK 再来 大数据分析是不是跟技术有关系 所以请你一定要切记 等一下你就会了解 老师你这样做出来这些大数据分析 好像我今天用Excel也可以做得到 你等一下一定有这种感觉 可是我相信 我相信 好的老师 可能当你在做完一张图之后 做完一张图之后 他就会告诉你了 你Excel你根本就画不出来 不是画不出来 是要花很多很多时间 这边大数据他的一个技术 他可能只要按一个按键我就做完了 或者按两三个按键我就做完了 你可能要学的是这个技术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我可能没办法跟你们分享大数据 怎么要去结合资料库 这个就是Storage要谈的 可是大数据的分析方法 以及他的技术全部都会告诉你 然后顺便会告诉你 我们在分析这些资料的前端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ETL 我们要用写函式来去克服 那有些是我们没办法去做的 所以请各位也要记住哪些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